所以比如说我这边的话我把它先这边按中段好 跑一下给各位看,我们把它复习一下 第一个 这个东西的话叫做Fire Dialog Fire Dialog意思说 我要Picker要选什么?选资料夹,意思我要放在哪里?我要放桌面上 我刚刚有放了一个叫做VBA的资料夹 不过我刚刚是手动的 如果未来你连那个 要自动的话你可以用MKDIR 有一个方法,它也可以自动,不过我们先不要自动,我们先手动增加 跟他讲说确定,OK 那你按下确定之后的话 那因为有一个选取的动作,所以会返回一个Slate Item 1 给那个Space,就会把这个上面的路径丢到那个Space里面 然后再来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有路径了,就是放 其实就上面这个C冒号斜线一直到VBA 那这个字串会丢给Space 那Space抓到之后的话就知道存哪里了 所以关键为什么? 因为我要Safe S后面要存哪里 所以我就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再来有没有,Space有没有就这个 所以刚刚那个东西就是 File Dialog 上礼拜有讲过,所以如果你有些细节部分 不是很清楚,回去再把它复习一下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什么? Slate Item 1 它这个地方1 就是选的那一个 路径里面的东西帮我放到这里 所以基本上放进来的东西应该就是刚刚那个路径的 然后这关掉Updating 并且For I 等于 2到4,就是先抓假班 所以 把那个假班里面的第1个名称,清单里面第1个抓过来,那就是假班 意思是把假班call一个 把这个call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它就 跳出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把原来的那个假班 其实它这个.copy 实际上就是 把我现在这个call一个到这个叫活业部的活业部里面 放一个假班 也就是说这个活业部,这个工作部里面呢 其实就只有一个假班 OK,然后再来怎么样 以前我们做法是在另存新档 然后再把它关闭 现在的话呢,我们用程式的话就是这一行 Save As 放哪里呢? 放在那个C点底下刚刚那一串 Expace 特别注意,Expace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它后面少没有一个这个根目录 这个很重要,因为常常同学 从一写错就少一个这个根目录 那所以后面一定要串一个end 这个根目录,意思是说我要放在这个VBA的资料夹底下 OK,你没有放的话,那变成就是什么 它可能就放桌面上,变成VBA,然后什么假班 点XLA,就少一个这个根目录,就他很多 OK OK,然后就把它帮我存进去 所以Save As 好,再存档了 存档完之后的话 那那个活跃步1还在这里 所以他会接下来做什么,我把它close掉 所以close它 不特别说,一定要是Active 就是目前一定要在最上升,因为它跳起来 然后close它 OK,好 好,有没有,刚刚那个活跃步1那个都不见了 再换下一个,变乙班 好,因此类推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把它跑完 那跑完的话,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呢 我现在那个VBA里面 的这个资料夹 基本上就会有刚刚我假班已经放进来 那其他的话呢 把它全部执行好了 乙班,然后再丙班 钉班 所以你会发现它会一个一个的一个的帮你把档案就帮你分割并且存档 OK 其实这个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上面,还有很多啦 像同学好像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什么档案分类 你甚至可以类似的方法,只是说你要把关键地方还是要DIR 把里面的档案名称一个个抓出来,然后看有没有比对什么关键字 然后再用那个移动的move file的方法,把那个档案移到那个资料,某个资料你要放在资料夹里面 这样子也可以做档案分类 所以其实这边可以做到很多的 这个自动化 所以你就不用说人工每天都要做一些涂法量